大家好 大家好 又是我們攝影一周的時間 剛剛過元年上班 希望大家都發了些新年財 今天這麼巧的 經常Gilbert Sir來 我們有很多Canon新聞 首先我先跟大家拜阿年 祝各位影友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遠離這個病毒 更加佳作年年 影藝進步 長影長有 就是這樣 今天第一件事 不是講玩具 玩具講得太多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Canon 有一個新的 新的CMOS 新的CMOS 就是那些過關上數的東西 不是不是不關事 它是小的CMOS 1吋4K 很小的 但是它很驚人的東西 動態範圍 達到24級 哇 差不多 動態範圍 我想很多我們的同學 都不認識的 Dynamic Range 今天有點像講書 動態範圍 有一個 先講給大家聽 一般來講 最差的動態範圍 就在哪些呢 就在那些螢幕 印東西出來的那些 只有5-6級 小小小的 很多看不到 但是現在我們的相機 就是12-14級 一般 差一點的就是12級 頂級機就是14級 入門級就是12級 其實呢 由初初 真的有這個 攝影機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10級 所以那時候是比較差一點的 一路一路提升 現在這幾年 就去到14-15級 那些頂級的 最主要Edit Sir 別人不認識你 10級 14級 就講了些什麼呢 沒錯 其實呢 Dynamic Range 就是 你眼睛看到 有幾白 有幾黑 即是光暗位 光暗位 因為你如果彩色 就太複雜了 所以 先不要算彩色 光暗位的時候 其實你分得出 這裡白一點 這裡黑一點 對 那如果你分得 級數越厲害的話 即是越厲害了 即是沒有死黑死白 對 沒有死黑死白 有一個概念 24級是什麼概念 原來人眼睛最多 是可以分到24級 再多你分不到 當然 如果以年輕人 眼睛最沒有壞過 年紀大就不行了 年紀大 年紀大 其他地方都會看到有人 有分別的 即不是有光 是有人 有動物 有成 他會看到的 是啊 那我們已經 我把一張圖 放在我們後面 所以最頂的那張圖 就是24級的分別 即是Full Range Full Range 即是最白 和差一點白 至到最黑 和隔離 其實 有些人已經看不到 其實我擺了 有些人看不到 所以呢 最差的 就是我們印刷出來的東西 你印不到那麼多 是 是 只有五、六級 現在我們 即是 剛才我們已經 急不及說了 現在的 相機 頂級機 好像Z9 16級 對 十五、六 就已經頂級了 已經頂級了 一般的相機 是十二至十四 現在很多十四的了 因為新出的那些機 你聽到你最強的那部R3 真的只有十四級 對 所以呢 他這次 但是 因為他只有一吋 我暫時 所以我覺得 是因為小 和4K 我想 這個看他的樣子 用來拍片的多了 那 他就說 發表了這個 二十四級動態範圍 這個一出呢 就 很多人就覺得 大佬 說 題外話 是 香港不是有很多 拍拖聖地 是 淺水溫 沙灘 是 以前走龍宮 有些庭女 喜歡在暗角 做一些親熱活動 嘩 如果你拿著這部相機 就什麼都拍了 沒錯 這個就是 但是 在很暗的地方 他都分到這個拍拖 二十四級很厲害 對 二十四級很厲害 所以 我就認為 真的是一部拍片機需要的 因為 一般來說 其實我們拍照 其實 說沒有那麼需要 因為你可以 全拍照 再把它 提升 都不行 都不行 那些信噪很厲害 是 但是 如果你拍片 都是不行的 所以 就要你的動態範圍 很好的 感光元件 就可以了 我想 哪些人最適合 狗仔隊 沒錯 沒錯 所以 通常 這麼清晰的 都 說到 這個 很厲害的 一個 發明 我覺得 十六級已經很頂 其實 你有了二十級已經很誇張 是 當然很有趣 我覺得 最初 為什麼 大家都覺得 數碼攝影 不行呢 就是 Dynamic Range 只有十級的時候 是很差的 但是 一到十二級已經漂亮很多 又到十四級 那個 升幅很大 那個幅度 但是 我覺得 十六至十八 二十 沒有那麼大 因為你越厲害 其實你的眼睛開始 開始分不上 但是 八級 十級分得很好的 哇 你這麼差的 而且你好一點 好很多 但是 現在說到二十四級 因為二十四級 是人眼的極限 其實 你再多 三十級沒有用 看不到 因為你的人眼看不到 你的機器 難道你找一部機器去檢查它 啊 十八級 三十級 沒有用的 沒有意思的 Eddie Sir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二十四級 相機的CMOS 可以支援到 鏡頭有沒有影響呢 有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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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又要鏡頭 漂亮 對 分別 解像能力高 對 這樣就可以做到 沒錯 我後面也有一張圖 這張圖 比較舊 當年 1DX 1DX 80D 7D Mark II 那個Dynamic Range 的 那他們呢 都是 其實我們剛才說幾級 幾級呢 全部ISO100 那裏 那裏 因為他ISO100 才有十三四級 那裏 如果你去到ISO25600 今晚8級 那裏 如果你一陰 那裏 真的不行的 所以 現在我們講的 就是說 如果你ISO低的時候 當然它的Dynamic Range很厲害 當然很漂亮 但是 你一提高了ISO 其實它的Dynamic Range 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 所以在我們的概念 如果你有十二級 到的Dynamic Range 所以你其實去到ISO3200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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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漂亮 那裏 如果你說 有24級 那你是不是下跌到 ISO 這個 這個3200 和6400 都還有十幾級 這個 這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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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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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 那裏 它将来会很惊人 所以我就是这样想 它现在出来的Dynamic Range是24级 用途不大 如果是ISO100 但是如果去到ISO6400的时候 都有16级 如果它不是的话 对于影风景那些人很有用 夜晚 不想夜晚啦 太阳掉下来才漂亮 上面有光有彩霞 下面都蒙了 不蒙了 它不蒙了 就变得有细节 这个很厉害 其实科技已经有了 可能几年后就会出来 大家拭目以待 储定钱啦 好了 继续讲Canon Canon 最近真的有点好东西 听说它注册了一个新的疯狂设计 一支反射镜 咦 来了喔 反射镜 几多焦剂啊 300mm 短反射镜 短反射镜 很棒 300mm 是 的反射镜 反射镜 因为反射镜 通常没有那么大光圈 那它 这支呢 300mm 2.3mm 反射镜 是 那 它出了一个设计图 去注册了尖镜 但这支镜 没错了 你说得对了 300mm 又有2.8mm 那这个镜头 不会小了 人家计算出来的 不是我计算的 那个长度 它是177mm 但是那个镜头 你的前端 起码需要130mm 133mm 哇 整块镜 真的 这个 麦理上是需要的 这个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那这个300mm 它还是反射 才有那么小的 是啊 那当然 如果不反射 牛腩大 牛腩大 所以呢 这支 这支疯狂设计的镜 又是 Canon 已经把它 自拆的 那我觉得 这个又是一个很神秘 所以呢 坦白说 近来 Canon 做很多东西都被人罵 或者是什么 但是 其实Canon 这间公司 有很多秘技的 它技术是很厉害的 是啊 为什么我当年 会由 尼克尔 整套 F5 加上最 TOP 那几支镜 一次过买 它 转了Canon 就因为 Canon的技术 是真的 很先进的 当年它的E-OX 对焦 速度 诸如此类 是赢了 所以 单反时代 它真的赢了 当年有一点 拍片 大家都知道 当你拍了一盒 拍到一半 你不要说一半 拍了七张 你要跟菲林 出来 因为没有 ISO 不能转 那我们要换一盒 400 好了 那你第二个相机 你再进去跟菲林 死了 它有时对不回位 最最终的那张 会重叠了 重叠一半 重叠一半 但是Canon 有一个叫DX 不知道叫DX 什么系统呢 它可以 Y到 是刚刚好的 刚刚好的 这些就是科技了 是 很多 很多影友都不知道 这件事 因为很多人都是 在这个数码时代 才进来拍照 但是我曾经在菲林过渡时间 为什么我转Canon 第一 就是这一张 第二 它的连拍 是九张会停的 嗯 其他两张是不会停的 是自己数的 是 没错 自己数的 有时还要数错 不是啊 你很容易一下 就按了一盒菲林 三十张菲林 没错 没错 是啊 那时候一秒八张 四秒五秒 没了 没了 你按一按 不记得 不记得了 数数数 突然间 有些东西想一想 咦 去了一半 或者一大半 都没了 它就不同 你设计多少张 它按一下 它就去到多少张 它就会停的 这些是当年的科技 是很惊人的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所以Canon 它的科技 它的设计 全部都在 一般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一般 都会罵 它们的市场 市场 市场 那些人为 做出来的 东西 它不知道为什么 公司本身 它的财富 很大 但它那个 after-sale service 也是好的 当年也是 没错 现在也是好的 所以为什么 这么多人 想做CPS 就是这样的 但是它sales那边 marketing那边 真是有些 救病的 是啊 就是它的牙膏厂 牙膏厂 就是它自己的生意策略 就是不会一次 但是这个生意策略 都是marketing 定的 当然不是香港marketing 可能是日本 就是老鼎都做的 这些东西都是日本定的 香港只是跟着的 只不过 香港就算你反映 它听不听 都不知道 没错 没错 那不怪香港这班事 始终是日本总公司的 决策群的问题 是啊 好啦 那讲 那麽多Canon 讲多一支 讲一支镜 啦 那不过呢 这支镜 我又觉得 讲一个Sigma Sigma有一支新的 51.4DN 没有讲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2月7号 即是几日后 就见街了 好像在网上有直播 9点钟 2月7号 但是 我觉得这个 就是 即是 有些厂呢 是真的不明白 现在的时代 是怎样的 它出一支 51.4DN 那问题是 那个日本定价是 159,000日元 16万 16万 即是 九千多元 九千多元 港元 你现在仍然是 1.4DN 如果你去到七算 那便要过晚 是不是瘋了 瘋了 瘋了 国外多少镜 都比你便宜 千多千元 人家对手 不要讲对手 那些 原厂镜 现在是出1.2DN 那你1.4DN 已经算了 你1.4DN 怎样会卖1.4DN 有什么特别呢 DN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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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 几年前 到这个 无反 未曾很流行 单反 巅峰的年代 它有几支 35 50 的 Sigma 是很多人觉得 顶得住原厂 甚至乎是靓歌的 是的 那时 Art Series 是的 Art Series 那它这支都是Art Series 因为它 贵嘛 没错 但是当年的Art Series 都是5000元左右 对 但是现在是不是瘋了 现在都说 你刚才知道 立刻反映 就是 现在的大陆镜 51.4DN是什么价钱 对 大哥 2000元 3000元 甚至乎51.1 都2000元 这样说法 它那些是手当 你是自动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的自动 你现在的单反版 甚至乎 你去到无反弹 你用Sony 機身 无反 但是你没有来 但是你这个价钱 但是它有很奇怪的 在外国 又有些地方 就说是 850元美金 即是大约 6千多元 7千元左右 就算当你这个价 来到香港7千元 1.4都贵啦 没错 1.4 如果是1.0 1.2 勉强 勉强 但是 问题是 是不是 现在 我刚刚前那一两集 才说福伦达 已经开始没有价值 是啊 因为以前的福伦达 有价值 就是拉卡这么贵 是啊 拉卡几万 它是平价 平价拉卡 不是平价 但是现在平价拉卡 大把大陆镜 是啊 它福伦达 最近出这些 一万多元的镜 是不是黏了线 你没有了那个价值 是啊 市场的策略 有些问题 是啊 所以 是不是现在这些 Sigma 是不是 已经是 又是套了 不明白市场的价值 在哪里呢 这一支镜 是出那个时候 黏了线的 是啊 不是 我觉得 它看看它出去见真章 其实 如果是这样 我不觉得有哪些人会买 我出九千多元 买你这个 我一定买完厂了 是不是 这支镜 是以前 设计落 那些仓底货 做了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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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题是 你 其实 以前 最靓的那支 都不会卖九千元 那它定价 我不知道它怎么会进取 是啊 那 那个进取是 是不合理的 那当然 它外国的八千 八百五十元 美金 都不买 都不买 说真的 你如果 五百元 美金左右 你一点四 你三千两四千元 差不多 是啊 你当你Sigma 比较四千多元 是啊 那些日本 那些大陆镜 那些大陆镜 是二千多元 那你四千多元 已经高人一倍了 高人一倍了 都说你是人的 AF 是啊 那 甚至乎 大陆镜 开始有AF 因为 譬如你有 Z-mount 和Sony-mount 已经是给他们开放的了 那越来越多人放放 只有Canon 未开放的 但是我觉得 你这支都不是Canon RF-mount 不是 那他呢 是啊 Canon 都不会给他的 Canon 都不会给他的 因为Canon 任何人都不给的 一是同任 全部没给 所以呢 其实 我觉得 所有的厂商 是不是要看一下市场 究竟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没错了 你不是拉架啊 大哥 你是吃马 不是 拉架有权费这么贵 不止 你顶级的 名牌镜 你是有那个名牌 因为现在 现在的镜 你顶级到 你是不会过到Canon 和Nikon 一定过不了 那你现在 喂 Canon出支51.4 都不敢买9千 Nikon出支51.4 都不敢买9千 你这个9千元 你应该是1.2的价钱 是啦 没错 如果你1.2 1.1 那又催你不胀了 你就特别了 你的光圈 或者是1.0 没错 真是如果51.0 9千多元 OK了 因为你就算是 大陆镜 都要卖5-6千 没错 1.0 差不多 那是合理的 1.0 喂 51.4很容易做 现在已经 不是大光 市面上很多 是 对 所以 我就 有些新镜 出来 还有价钱 我觉得 完全是不明白的 就是 不知道出来做什么 所以 这个就是 很奇怪的 我有几支 舊镜 都是51.4 是啊 很多 没人要啊 只不过我是手动镜 那别人理 一定在镜 镜 镜的质素 一定贏不了 这些 原子镜 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唉 不明白为什么 好了 今天 讲的差不多了 去到最后 就因为 阿嬌sir 准备出发 是 去拍照 是的 我去日本 这个白川香 拍雪 是 这个星期六出发 祝阿嬌sir 多拍一些漂亮的相片 是 回来就有些 和大家分享 再和大家分享 是 好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好 拜拜 拜拜